最新消息来看 中国大陆总理李强在德国当地18号晚间抵达柏林 开启围棋五天的访德之行 而这也是他上任之后第一趟的出访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李强适应德国政府邀请 前往德国进行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 李强表示 这次的到访就是为了落实两国元首共事 挖掘双边合作的新机遇 他还指出这是两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的首次全面对接 而且中方一贯支持开放合作 但是德国之声报道 德国政府想告别对待北京一切照旧的印象 有迹象就显示 对比以往这次中德政府磋商将会少有深大场面 也不会缔结重大的商业合约